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介绍是清代全龙时期 意大利籍宫廷画家 朗世林所谓的孔雀开平图 朗世林在康熙雍正全龙三个朝代中 不仅专事创作 将欧洲绘画的技法 传授给中国画家 也与中国画家共同合起来创作 也在我身后这幅举世闻名的孔雀开平图 是由朗世林亲自所绘制的两只孔雀 身旁景物为中国两位宫廷画家 方仲记金雕所画 署名朗世林作 是朗世林当时中西合笔画的重要经典作品 大家细看这孔雀开平图 它是汇于白鲸 居部画面有两只孔雀居中 孔雀雄者有椎炎伟定 生长出漂亮的羽色 实在令人精彩幻梦 其画面于皇家延幼 青绿电视造景中 蚌之玉兰 牡丹 海塘 具有玉塘 富贵之玉衣 由于这件孔雀开平图 是旷世纪兵的 也是历代奸赏家们所推崇被制的 曾经在2018年 世界文化艺术联合总会 创会开幕典礼时 隆重地安排在玻璃厨 公开展出供人欣赏 这幅横为136公分 重163公分的孔雀开平图 目前是收藏于 四文言名誉礼师的馆中 而另外一幅较大的 围横282公分 重328公分 这身上收藏于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业 在此非常感谢 收藏家定力支持 特别安排 只是由本人近距离地 拍录下来共予分享 谢谢大家的欣赏 感谢观看